来源 网易财经 恒大地产公告称 恒大地产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 导致2019年和2020年合计虚增利润920亿 2020年至2021年发行的合计208亿的债券 分别引用了存在虚假记载的2019年 2020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涉嫌欺诈发行 证监会责令恒大地产改正 并处以417500万元的罚款 时任恒大地产董事长许家印 时任中国恒大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军等人 角色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等 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对许家印 夏海军分别处以4700万元 及1500万元的罚款 并采取终身正确市场进入措施 2019年和2020年合计虚增利润920亿 恒大地产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 导致2019年恒大地产虚增收入 2139.89亿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50.14% 对应虚增成本1732.67亿元 虚增利润407.22亿元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63.31% 2020年恒大地产虚增收入 3501.57亿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78.54% 对应虚增成本2988.68亿元 虚增利润512.89亿元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86.88% 208亿债券涉嫌欺诈发行 恒大地产 2020年5月26日 发行20恒大02债券 发行规模40亿元 2020年6月5日 发行20恒大03债券 发行规模25亿元 2020年9月23日 发行20恒大04债券 发行规模40亿元 2020年10月19日 发行20恒大05债券 发行规模21亿元 2021年4月27日 发行21恒大01债券 发行规模82亿元 恒大地产在发行上述债券过程中 公告的发行文件中 分别引用了存在虚假记载的 2019年 2020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 涉嫌欺诈发行 此外 恒大地产为按期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 2022年中期报告 及2022年 年度报告2023年8月10日 恒大地产公开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 2022年中期报告 2022年年度报告 上述定期报告的披露日均 超过规定报送并公告日 恒大地产 为依法按时披露定期报告 证监会对恒大地产 处以41.75亿罚款 恒大地产 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及市场进入事先告知书 针对恒大地产三项 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拟决定 一则令恒大地产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417500万元的罚款 二对许家印给予警告 并处以4700万元的罚款 三对夏海军给予警告 并处以1500万元的罚款 四对潘大荣 潘汉林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900万元的罚款 五对柯鹏 给予警告 并处以300万元的罚款 六对真立涛 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七对前程 给予警告 并处以20万元的罚款 许家印决策 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 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夏海军组织安排编制 虚假财务报告 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根据证券法第221条 和2015年 证券市场进入规定 证监会令第115号 第三条第一项 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证监会 你决定对许家印 夏海军采取终身证券市场 进入措施 请不吝点赞订阅